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期的事实摄影后期教程 今天这期教程是大家千万万的磨皮教程 磨皮的三大神迹之一 高低频磨皮 因为高低频的理论很简单 操作起来也很高效 最后的效果呢还不错 所以此种方法是很多摄影大声最爱运的方法之一 我先讲一下它的原理 大多是时候我们希望一张照片 既显得干净呢 同时又保持它的质感 因此思路也变得很清晰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既让一张照片保持它的质感 又要做到把它给处理得很干净 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的天使前辈想了一个很好的技巧 就是把皮肤封成两层 第一层是我们的质感层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示意图 画的不是太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一层把它作为一个质感层 第二层作为一个皮肤的打底层 我们第一层上把它的质感给保留下 第二层上把它的皮肤给磨平 这样的话既皮肤显得干净了 而且又有质感了 我们在高拼层的时候保留它的质感 稍后通过操作 你就明白如何保留它的质感了 低拼层也是皮肤打底层 我们给它减弱反差 让它过度的更加少一点 也就是更加干净一点 我继续在这张图片上 给大家简单粗暴的演续一下 我们修皮肤的过程 首先我们的皮肤肯定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 脸上有痘痘啊还有坑啊什么的 我在图片上运这个红点描出来了 我们首先要运各种修复工具 或者是修复画笔 把这些东西给去了 这是我们修皮肤第一个要做的 接下来我们把皮肤封成两层 第一个是质感层 让它保留着 第二个是它的皮肤底层 在这里我们运 运高丝模糊的话 可以很巧妙的把照片中一些光影的 不干净的地方给过度均匀了 一些色彩不均匀的地方也可以过度均匀 所以我们就在皮肤层运到了高丝模糊的方法 好了这就是我们高低频的一个原理 还有一个思路 我通过介绍呢 不单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原理 更多的是想让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有一个修图思维 通过简单的工具之间的配合 达到一个更高效更牛逼的一个效果 理论扯了这么多 我们拿图片来实践一下 我们在导图的时候把照片基础的校正一下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头层 然后把皮肤上一些这种特别明显的斑氧质量给去了 刚才我在演示图中已经给大家演示过 我已经把这些小点点脏点给去了 然后此时我们复制两个图层 作为它的高频和低频 我们把底下这个图层改为一个低频层 如果你做习惯了的话就不用改了 上面这个图层改为高频层 接下来我们在低频层上给它模糊一下 来个高丝模糊 数值大约是三的倍数 看一下基本图片中把人点给磨的差不多了 磨的很平了就可以了 也不要太高了 太高了的话就有点酷了 还是能看到人形 大约6就差不多 然后在高频层中 这部操作大家都要记住了 有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步骤给移录了 点击它的图像 应运图像 然后在图层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低频 把图层这里一定要选对了 因为它的默认是合并图层 但是我们要选择的是低频层 反向这里不点 有的人的反向不小心点上了 也会出错的 然后混合模式设置为减确 然后收放为2 补偿值为128 不要问这个数字是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是试出来的 如果你求之欲强 想研究一下的话 你可以多尝试几个数字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在这个高频的图层混合模式上 改为线性光 到改为线性光的时候 高低频两个图层加起来 和源头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低频层上 选取它 我们要给它磨皮的地方 注意是局部选取 不要整起选取 整起选取的话 就会把人都给模糊了 我们选取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注意它的轮廓线的 我在这里给它画几个轮廓线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面 第二个是人的这里的面 这里的面 然后高光区 然后阴影区又阴影区的 磨皮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对这几个区域的磨皮 一定不要把整张脸都选上磨皮 把整张脸都选上磨皮的话 脸部会没有任何的层次 没有光影过度 整个脸就是一个大平脸 甚至模糊了 我在这里演示一下正确的操作 选取它的这个面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 语化 点击鼠标右键 语化 语化15个像素吧 这个像素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一般在10到15个都没问题 但是也看你的范皮大小 我这么大的话是15 然后在这里 执行一个滤镜 模糊 注意这个第二变模糊 第二变模糊和第一变模糊的数值是不同的 第一变模糊我们选择了三的倍数6 第二变的话我们在这里 继续选择一个三的倍数 但是这里要把这个磨皮力度要开大 好我觉得24差不多 大家看一下这个磨皮之后的这个 感觉马上出来了一点 我继续给它磨皮 接下来我们给它进行这个面的磨皮 这是一个暗面 也是一个轮廓交接线的面 继续给它执行一个高四模糊 数值还是24 快捷键的话 按住 Ctrl Alt加F 我把这几个面都逐个做一个磨皮 一定要语化记得 不语化的话就会显得特别硬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边上就会显得特别硬 语化的话是一个过渡 所以要记得一定要语化 我们把人体结构的每一个面都要磨一下 好人脸的磨皮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跟原图对比的话 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放大看的话 更能看出一些细节 细节没有丝毫的损失 而且皮肤显得特别均匀 皮肤特别好 这是我们好多摄影大神都特别爱运的方法 一张脸部皮肤的话 大约三分钟就可以磨完了 但是效果特别好 如果运中性灰或者高级瓶的话 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好我们把身体也给它磨一下 身体也是一样的 要把它的阴影选择出来 一定要注意这个结构 鱼化 高丝磨火 很多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我的高级瓶跟他别人的高级瓶磨出来皮肤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操作对的话肯定是选区的问题 当时你选区的时候跟别人的选区是不一样的 做的越精细的话 人的皮肤这块会越好 越有层次 所以我建议大家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选区多做一点点 跟圆图对比一下 这会就能看出它天翻地覆的变化 好了 我给大家继续拿一张图演示一下 可能很多同学同在这误解 认为只有欧美模特才可以进行高级瓶瓶瓶瓶瓶 其实不然我今天就拿我这张课片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给他去一下斑合制 去斑合制这是一个基础的操作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做好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高屏和低屏 继续复制图层 低皮上我们要进行一个高丝模糊的处理 高丝模糊的数值是三的倍数 一般在六到九 然后在高屏中我们执行一个图像 应用图像 然后应用图像这里 图层选择的是要在低屏上进行一个操作 这里不能出错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哪个图层的话 一定要把高低屏给标出来 选择你的低屏 我们刚才进行 高丝模糊的那个层 然后这里的混合模式减去 缩放为二补偿为128 图层混合模式设置为线性光 好我们在低屏上给他进行一个高丝模糊处理 我们对脸部进行区域的处理 我们选择他的额头 羽化15个像素 模糊这里一定要把模糊数字给改成 一个合适的数字 24 24可能有点高了 这里是一个可视化操作 大家看额头这里 你觉得一个合适的数字就可以了 我选择21 然后放大看一下面部的这些纹理 这些纹理都是在的 而且面部变得干净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磨皮效果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或者是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点击转发下本期视频 下期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双曲线和中性灰的修复方法